没有失败 何来成功呢? 你没有承受过失败 你哪里知道到时候成功过后 那个兴奋感 那个满足感 我个人认为 不要去担心永远从零开始 我觉得跌倒不恐怖 输不恐怖 最恐怖的是 你连输的勇气都不敢 这个我觉得才恐怖 输有什么好怕? 不是从头开始吗? 反正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什么都没有 从第一天开始 我们从来都什么都不会的 对吗? 你随我讲 你baby一生出来 你就一跑 就会做企业 很多都是不会吗? 我们连走路都是 通过我们慢慢在地上爬 爬了站起来 跌倒了几次 跌了哭了几次 直到Olea跌倒会痛 站的时候就站得比较稳 对吧? 慢慢从站就会写跑 跑的时候就慢慢进入学校 开始更多的学习 然后慢慢的一步一脚印 在我们人生中慢慢的进步 慢慢的成长 慢慢的成熟 慢慢的知道自己的使命 慢慢知道自己的责任 慢慢的如何的去交朋友 如何的去做企业 带来我们人生中最大的财富 OK? 瘟疫过后 你认为什么最值钱? OK? 很多人认为 在瘟疫过最值钱的是房地产 是股票 我觉得瘟疫过后 最值钱的就是大家的知识 OK? 因为在这个困境的时候 谁能走得出来 就真的是靠大家自己的知识 靠大家自己的智慧 努力罢了 钱罢了 在这个过程可能也不一定很值钱 但是谁有智慧 谁就看得更远 谁有知识 谁就知道 那个机会如何的把它落地下来 如何把握到这个机会 然后谁最快行动的人 就会把握到这个机会 赚取他要赚的钱 好吗? OK? 我想讲的就是 做一个总结在这个话题的时候 就是 我觉得失败有什么好怕? 没有失败 何来成功呢? 你没有承受过失败 你哪里知道 到时候成功过后 那个兴奋感 那个满足感 那个增幅感是什么呢? 只有失败 这个过程 它产生这个酸痛 才会让你觉得 这个成功是很甜蜜的 这个成功是很有成就感的 这个是我个人认为 好吗? OK? 所以永远想呼吁大家的 不要只是有一个好的构思 赶赶去做 OK? 做了不成功没事 最少 就是继续从头开始咯 再把这个故事再走一遍 你不是失败 你只是发现了这样的模式 不弱 我在寻找两个模式 三个模式 Thomas Edison 在研究这个light bulb的时候 他讲的那句话是一个经典 来了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 OK? 他尝试了一千个方式 来设计灯泡 到头来第一千的一个方式 他成功了 他从来不用我失败过一千次 他用了 我发现了一千个方法 原来是不成功的 终于让我找到一个方法是成功的 这个也就是因为 他愿意去开始 愿意去确认 愿意去尝试东西 所以当他成功的时候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是可以让人家敬佩 让人家敬仰 OK?因为他曾经失败 也同样的 今天我做企业 要是我跟你讲 我一般风顺 我一开始就是有钱人 今天我成功赚了一千万 你们会服吗? 因为有的时候 不是讲我们服谁 不是讲我们敬佩谁 我们敬佩的是 失败了 跌倒过后 还能继续爬起来 还不放弃自己 还继续地走他 觉得应该走的路 他从来都不怕输 输有什么可怕 OK? 可怕的是 你没有输过 你何谓知道成功是什么一回事 对吗? 你每天都是成功的时候 当你跌的时候 你会跌得特别特别的痛 我一路的敬佩 你不得了我 你不得了我 你不得了 我好不得了我 你不得了我